一九八五年五月三號 在臺灣開始九孔養殖的十三年之後 在水山養殖研究所的努力之下 終於克服地形的限制 在臺南試驗成功 九孔養殖的往南推進 為當時臺灣九孔王國的地位 再聽一筆夾機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號 由中研院研發了臺灣第一架飛翼船 首次正式公開亮相 中科院的秘密武器飛翼船 在經過一年的測試之後 成績相當良好 這就是八人座的飛翼船 海天一號巡弋關渡橋下的畫面 如果測試順利 未來渴望成立環島藍色公路 正式營運 我們先回到你們的水域 ends明星邊